賴清德招彈劾 拒絕進入議會 喔 真是討厭 監察院這一關 超難過關的啦 哇 你還選賴神賴清德 當超級瑪麗 他年初不滿議長理權 叫社級會選 拒絕進入議會備詢 在未來司法 沒有議會之前 我不會進入議會 沒想到 遊戲闖關還得過 監察院這一關 我們認為他是個違法的案例 監察院就以7票對2票 彈劾賴神卡關了啦 孟定賴神已經209天 拒絕進入議會 違反地方制度法 遭到彈劾 我們看到的不是 是賴神或者是賴市長 我們看到的是 制度面的問題 所以我們不能指望聖人 雖然賴市長的民調非常高 但是呢 聖人違法治國 我們要的是制度 把整個這個 還沒辦法送到公務 沒有請進入議會 哇 工程會這一關喔 就得小心了 工程會備有升劍 減少退休金 減縫 罰款等武器 最厲害的殺手劍 就是撤職 如果賴神過不了工程會這一關 遭到撤職 那看來市長喔 就得面臨重選的命運 我愛今務習 我心裡想到的是怎麼樣 以最快的速度 來恢復 府會的運作 介入 地方府會的爭議 堂合本人 理髮實據 或 拒絕進入議會 在司法離行之前 這樣的決心 仍然沒有改變 我覺得不合理耶 我支持賴神的反對黑金 經常委員是基於法理所做的 判斷跟決定的話 我想是可以說服人民的 就是身體是個議長到底 有沒有退選這件事情 蘋果募集一百位爆料同名 每月獨家爆料兩則以上照片或影片 如採用當月就發兩萬元獎金 爆料拿獎一舉數得 照片一千 影片兩千元 每週點閱數最高再送獎金五萬元 全民監督社會從爆料做起 爆料請打電話或用APP電郵等各種方式